苗栗 指的是什麼? 有苗栗開頭的 伊蘭指的是伊蘭開頭 兩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要怎麼處理兩個縣市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 最近使用過的 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範圍裡面怎麼樣? 先找什麼? 找苗栗開頭的 然後再把它加上伊蘭開頭的也可以啊 所以第一個這邊的話你可以 這個地方你打一個一樣 我們打那個苗栗開頭的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打一個苗栗 開頭就一個信號 記得這個地方好像用問號也可以 只是說問號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然後麻煩 所以乾脆用這樣子 然後sum range指的是職工人數 後面把它加起來 30個人按確定 那伊蘭的話就是再把它複製一下 怎麼樣呢? 加上後面貼上就可以了 那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苗栗改成什麼? 改成伊蘭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OK 打個勾 42個 該可以理解 不過呢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一樣把它變VBA 好啊 這邊把它改一下 我剛剛按Ctrl鍵拖拉 Ctrl鍵拖拉 那這邊如果要變VBA的話 其實喔 剛剛有寫過了嘛 所以其實呢 有一個簡單的做法 怎麼樣呢? 你可以把剛剛的程式 直接複製貼來改 有時候更快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在011裡面這邊 插入一個模組 第二個的話呢 把剛剛007的這邊 複製過來 貼到這邊 那名稱的話也可以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不是產線啦 可能是什麼呢? 宜蘭 把這個名... 改一下 改這個 把它改成這個名稱 那我把這個名稱呢 上面這個名稱 把它 再來其他什麼地方要改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 sum一樣加總 for i 等於第二到第十 不過其實如果你改成 向下追蹤 你就不用改了 然後呢 特別注意喔 laps 2 等於什麼? 苗栗 基本上一樣 所以你這個地方的話 就把這邊改成苗栗 那不用加個新號 你不要每一次加這個 這個不用 因為我們是切前面的兩個字 但是呢 我還需要什麼呢? 還需要是宜蘭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個或 所以or就可以了 ok 我這邊把它改 or ok or什麼呢? 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這一串喔 ctrl鍵有沒有按住 這邊把它改成苗 把它改以蘭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喔 其實我有時候在寫程式 都會用複製貼的 好處就是第一個一定比較快 第二個的話也比較不容易寫錯 這個是我自個習慣 不見得代表你也要這樣了 然後呢 那加總的話 是把b欄的東西加起來 所以把它改成b 如果這個或這個 就加 這個或這個 加完之後的話 幫我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d2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d2 好 程式寫完了 所以意思喔 以後呢 如果你有個範本 拿來改 其實是最快的 ok 所以記得喔 你慢慢要習慣累積範本 真的後來發現很多同學 學完之後最厲害的還是複製貼上 把舊的貼來改 其實是最快的 不然的話 有些同學 要讓他重新再想程式怎麼寫 真的還有點困難 但是也不是說叫你 就是都一直複製貼上 這也只是暫時性的喔 你不要永遠都這樣 如果以後程式你寫不出 那如果沒有範本怎麼辦呢? 你會寫一封信說 老師你可以幫我寫個範本 讓我貼一下 ok 那最後我們來試一下 來 貼一下 來直接執行 試試 有沒有